台旅法一通過 蔡英文馬上在推特上PO文 感謝美國總統川普的促成 希望台美雙方 未來能持續保持夥伴關係 台旅法生效 不只鼓勵台美所有層級官員互訪 美國前副國務卿 甚至提議川菜會面 按照往例 我方政府元首行政院長 外交與國防部長等重要職位 不得訪美 而美方官員訪台 則以較不敏感的環保 及商務部門官員為主 台旅法通過後 互訪的官員層次可能提高 但也挑起中國大陸的敏感神經 美中對議步步驚心 台旅法通過後 讓川普手中又多了一張牌可打 這面盾牌要謹慎運用 極有可能替美中台三邊關係 帶來不可預測的風險及傷害 記者張昭鵬顧上軍 台北報導